各位同學大家好 也謝謝大家擺忙時間 聽我來這邊做一個心得的分享 今天我的題目其實是 老生長行追求專業 我想各位同學其實馬上 要面對畢業 然後要進到社會 社會有許多一些不同的挑戰 跟不同的見解 在不同的產業裡面 都有一些不同的知識的累積 跟一些經驗的累積 在我的正式演講裡面 我想跟各位多分享一些 除了在我們一般所知道的知識之外 其他的一些不一樣的部分 這個電腦可能好像跟我不是那麼合 就不動了 又沒辦法動 又沒辦法動 又不動了 下一頁也不動了 那怎麼辦 那我的意思是先 那就重開一張吧 不好意思 我們電腦有一點問題 我們就要重新開機 那個 周善學員有沒有在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好了 我 跟何老師是淡江大學EMBA的同學 我現在服務的公司叫四方位理事 從事的職業是商用不動產的投資顧問 大家如果有機會在報紙上或在新聞上常常看到一些 什麼大的這種交易案 譬如說 哪一個保險公司 買了一個什麼樣的一個三更不動產大樓 或是哪一個外資進台灣投了幾百億幾十億 那其實我們就是在後面 在這個整個交易案幕後的這些顧問 提供一些不同的這個service 那主要的部分 我的工作主要的部分是 我們常常在講說不動產不動產 但不動產其實分了很多不同的領域 那我的領域是在台灣來講 比較特別是指不動產這一塊 是比較unique的一塊 我們的這個從業人員其實不多 那真正在從事這個產業的人也其實有限 那主要就是所謂的商用不動產 那商用不動產跟一般我們大家所認知的這個 住宅市場稍微有點不一樣 那商用不動產比較牽涉到比較多的是 財務、經營、管理 還有這個整個 這個我們講的所謂的financing的這個部分 那牽涉到的面相當廣 不是只有單純的只有單純不動產這一塊 那我在這個產業裡面有將近二十年的時間 那看著這個產業起起伏伏 那你看了很多新進的這個從業人員進來跟出去 然後不同的這個變化 那我自己的心得是 從事一個產業 然後如果能夠找到一個好的東西 那其實在這個業界裡面 你永遠有一個可以看到的未來 可以看到的一個方向 那在我的職業生涯裡面 我是1991年開始進入社會 那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實是在賣車子 然後接著我到工廠裡面 然後這個在一直到1995年、1996年的時候 才正式進入這個產業 那從1991年到1995年這段時間 我的每個月的薪水是兩萬塊錢 然後呢 這五年以來從來沒有領過所謂的年總獎金 那回顧以前當初的這個整個社會外在的環境變化 我們當初的手機就是那個黑金剛 我想大家也許都知道 一個黑金剛一支要五萬多塊錢 然後現在的這個iPhone一支大概兩萬五千多塊錢 然後這裡面當然經過很多不同的變化 跟很多這個產業的這個變化 那對我自己來講 除了在職業的這個十幾年的時間 不停的在專業知識上的一個累積之外 那我自己觀察了一些比較不一樣的點 那這些點我待會再利用簡報的時間 再跟各位做個介紹 我現在服務的這家公司叫 世邦衛理士CBRE 那它是一家在美國上市的 美國這個紐約證家所上市的 這個不動產服務 商量不動產的服務公司 它是全球最大的一家公司 那全球當然三四百個辦公室 那到底有多少員工我也搞不清楚 聽說是好幾萬人 那它也是在我們這個業界裡面 唯一在我們講的Fortune 500裡面 唯一這個不動產公司 進榜的一家公司 那我在進這家公司之前 我自己on了一個business 大概run了大概兩年三年的時間 那比較有意思的是 他們找上我 然後後來把我的公司merge掉了 那在before之前 我是在其他的 也是在跨國公司裡面 從事商量不動產這樣的一個活動 這是一個短片 介紹我們公司 都是用英文 不過今天看起來電腦是播不出來 有點可惜 大家練習一下英文聽你好了 我聽說是 还是试看另外一张 好 我就先开一下 meu saben,ahu man,是ries 有谁听得懂的? 我在1996年以前 这句话都听不懂 現在這裡面的整個速度還有Present的內容 我大概可以Catch到98% 這大概也是十幾年的時間去累積 因為剛才介紹的有點可惜 剛才介紹這家公司到底有多大 在其他地方做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人家會選擇這家公司來做這樣的服務 今天真的是充滿著不確定性 剛才有提到這家公司這麼大 在台灣做了什麼樣的工作 簡單來講 他從最簡單的不動產的交易買賣 這邊的不動產是指大型不動產 金額大概都是台幣數十億起跳 這個看起來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對我來講也是 然後一直到數百億台幣這樣的一個交易案 我們在後面當然這家公司提供了不動產的交易 這個我們剛才提過了 這個專業諮詢 專業諮詢cover了什麼? 如果大家要注意到像火車站前面最近的C1、D1案子 或者是一些政府的BOT案 這個都可以見到我們的身影 也cover了比較簡單的一些服務 包括專案管理的部分 專案管理的部分 我們在印度做到什麼樣? 做到一個整個turnkey 所謂的turnkey 所謂的turnkey指的就是我幫你蓋好 然後就直接交給我們的end user 那在台灣我們有幫三達基 三達基就是Tom Cruz 他的這個教會 在高雄做了一個valuated 特地的就是重新改造一個大樓 做這個三達基的一個聚會所 那這個案子應該會在今年年底 或是明年年初就會完工 然後應該有機會可以邀請到Tom Cruz來台灣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搞不好可以弄到一張票進去參與一下 另外的話當然是我自己的部門 那我的部門我剛才有提過 是作為不動產投資顧問這一塊 那當然CPIE這家公司太大了 那cover的範圍很短 那另外他們還有一個 所謂的基金管理公司 那基金管理公司在全球 大概目前也是排名第二大 管理的基金 超過這個美金 將近一千億元以上 那同樣的也是一個天文數字 那對我來講 這次我在這家公司裡面 我到底catch到什麼東西 還有在我的職業生涯裡面 怎麼樣跟大家做一些不同的分享 那回到我剛才提的就是 我跟何老師 因為我們都是讀氣管 氣管畢業的 然後我們過去都buying一些大師理論 譬如說像Michael Porter 那最近Michael Porter 他自己的公司 Monitor也倒閉了 那所以我們 這個是一個不停的一個變動的世界 那過去我們 我們相信的理論 跟我們相信的一些方法 其實在現在都面對 相當大的一個挑戰 跟相當大的一個變動 除了這些理論之外 那在我短短的二十年的職業生涯裡面 我也自己有一個很深的感受 比較深的感受是說 這個當然第一個是電腦改變我們的生活 從過去的 我自己的話 從8088早期的XT 我想這個可能多人都沒聽過 那時候8088 80286 80386 80286的時代 大家在討論 到底要不要用80386 因為80386太快了 那時候沒有倫理跟得上 那到現在已經不知道 CPU進步到什麼年代了 那在我那個年代裡面 我本身在專科裡面我學的是農 那學農 基本上在當時其實避了業 就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我的一些同學有的學工科的 學理工的 在我們那個年代 當然因為台灣電子業開始發展 一直到現在大概十幾年 二十年之後 我們回過頭來看的時候 我自己有一個深深的感受 其實我們在挑選未來要就業的產業的時候 要看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像我自己從事的是一個不動產這個產業 這個產業的基本的model 大概在500年前就定型了 那這個框架裡面不容易去跳脫 那唯一的是說 我們怎麼樣在這個框架裡面 讓我們自己的價值提升 然後它是一個累積 可以累積可以長期經營的一個事業 或經營的一個產業 所以現在我回過頭來看 其實我還蠻幸運的 當初這個物理跟化學沒有考得很好 所以現在就是開始來從事這樣的一個產業 反過頭來 我看看我其他的一些同學 他們早期在電子產業裡面 面對到很大的競爭和很大的挑戰 那在早期的確累積到不少的財富 不過後來我再跟我同學在討論的時候 大家都同樣有一個共同的觀點 就是電子產業這個產業 但也許我這樣講是不對的 或是我的有一些偏見 他們的認為是說 因為一個世代 大概是三個月到六個月的時間 所以他們的整個職業的生活 生涯被壓縮得非常短 他現在學習的東西 到三年後可能都沒辦法做一個長期的累積 所以必須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累積他自己的財富 跟累積他自己的經驗 不然很快就會被淘汰 那的確也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看到我很多同學的確也是面對到這樣的問題 沒有辦法 再試試看 沒有辦法 也是沒有辦法 也是沒有辦法 這個也是沒有辦法 好沒關係 那幫我開一個 因為那個答案沒有辦法播 讓我另外一個答案來介紹一下我們公司 不好意思 重新再打斷一遍 我剛才有提過 就是四班位也是台灣分公司 那這家公司非常大 他從1973年就成立 1973年成立的意思就是說 他比美國建國還要早 美國是好像17 大家有沒有歷史比較熟 1776年還是1779年吧 大概是這樣 可是他比美國建國的歷史還長 在1990年成立 然後 在台灣 有將近22年的時間 那我是在2012年加入這家公司 那他是 我們剛才有提過 他是全球最大的三文不動產服務公司 那是500裡面 唯一進版的 這個不動產服務公司 然後全球 遍佈65個國家 然後420家辦公室 然後亞太員工有將近7千多個人 這個非常大 所以每天都在跟香港跟新加坡在打仗 台灣的話 剛才提過 1990年 正式成立 Cover這些三文不動產的代理服務 投資顧問服務 零售商場開發 然後各種的策略顧問 跟不同的三文不動產的服務 然後他們比較強調 所謂的一戰式的服務平台 那我特別把這張找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 我剛才有提過 就是我們過去Buyin的這個理論 Michael Porter的理論 這個武力分析 其實現在看起來 當然他自己的公司發生問題 但他提了一個東西 其實我在這家公司 確實看到這樣的一個東西 就是他所謂提到的一個價值列 Value Chain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他在整個這個Real Estate Service裡面 這家公司 他從最早期的這個土地 然後原料加工 一直到後期的處分 他其實就是一個 很完整的Value Chain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我在這家公司裡面 我的確看到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完整的這樣的一個 我們講的說 理論跟實務上的一個結合 然後這我剛才提過 我們主要Cover這些內容 跟相關的這個時機 然後這些都是我們的科目 都是世界一級的客戶 包括不管是Citibank也好 一些大家比較熟悉的 像藍三人壽過去的AIG 然後日本的Toshiba也好 Fold 這些都是國際上一流的公司 那我們跟這些一流的人 打交到自己自然而然而已 被這些一流的夥伴們提升 當然我們過去我剛才提過 有幾個重要的案子 像天母的案子 一些幫花旗銀行 做台灣的處分案 這個大概是示範會理事的一個背景介紹 我想 這些我剛才都提過了 基本上就是這家公司很大 基本上就是這家公司很大 講了半天到底要在做什麼 就是我每天的工作就是 Bombless 第二次是Bombless 因為這個業界很有意思的一點是 基本上大家在每個 他的Internet Life裡面 至少都會做過一些不動產的交易 所以很容易就受這些 自己的交易所影響 做個人的交易容易 帶到Commercial Real Estate 這樣的一個觀念裡面去 所以我就說 我常常在做一個 原來應該是在這個高度看東西 我要把自己降下來 跟這個Level的人 怎麼樣把它們提升上來 所以我說我在每天工作 就是當一個傻瓜 跟一大堆傻瓜 再打交道 然後自己慢慢也變成一個傻瓜 這樣子 雖然這個字 很多種不同的定義在這個裡面 專業 然後這個學術性的講法 大前研議講過 誰都可以變成專業 是上班族在職業叢林裡面 長期存活發展的關鍵能力之一 他也提到 這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當然各種不同的講法都在這裡面 對我來講 其實我是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觀點 其實我剛才有回憶到 就是說我自己的職業生涯裡面 進到這個產業裡面 然後面對這麼多的挑戰 可是我一開始進這個產業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十幾年前 Service產業大概是沒有人願意來碰的 特別是像我們這種不動產的交易 所以 我的第一個Deal是 被一個 我的客戶 他放了一隻狗給我 然後跟我講說 你不能來吵我 所以我說我的故事呢 其實就是 從這隻可愛的狗開始 他的確放了一隻狗在他的門口 然後 我跟以前跟我的partner 我們兩個看到這隻狗的時候 就用最快的速度趕快跑走了 那我也觀察到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不停的在變動 我們早期進來的時候 早期進到這個社會的時候 最需要的一個 尤其是在做業務 那最需要的是 像這個Gipi Call 那當初大概是 價值大概是兩、三千塊錢 那隨著這個時代的眼鏡 那我們看到了這個 剛才提過 就是 黑金剛的手機 那 從我們早期的這個 打字機 那到現在的電腦 這個不停的演化 那我自己也看了 親眼看到幾個產業的興起 跟幾個產業的衰落 那比較 比較多的 比較最明顯的 最近的一個產業 就是 這個相片的重啟業 那這個 這個 數位相機 替代了這個 充飲業 然後 很快的看到這個產業的沒落 那 我另外看到一個產業的沒落 是 早期的這個 打字產業 那時候是一個 專門的知識 我有幾個同學 他們 在學校的時候 花了很多時間在學那個 打字 就是打那個 鋼字 然後後來被電腦取代 一直到現在 可能PC很快 會被 會被 會被這個 平板電腦所期待 那 這 這麼多年來 其實 各種外在環境的變化 是我們所沒有辦法判斷的 包括 我進 這個 業界之後 不久就發生921大地震 那 後來有這個 納利台光的風災 那時候我們也很有意思的 嘲笑說 我們 我們公司的車子 那時候 一輛車買了大概一百萬吧 那經過納利風災之後 又去修了五十幾萬 所以 因為一場風災 讓我們車子價值變成一百五十萬 那 那 折就要讓折更多了 然後 也遇到這個 冒空攬車的這個 造成這個 山崩 那 其實我家以前就住在這個地方 我記得我當初在跑的時候是 是一個 一個 颱風的晚上 然後從我家的後 後 陽台望過去 微微的看到這個 有一個 吐石在流動的現象 然後 我覺得很怪 跑到這個頂樓上去 然後 往山的方向一看 嚇了我一跳 那從山 從屋頂上衝下來 帶著我女兒 然後 拿著兩罐奶粉 一個行李箱 還有她的衣服 然後忘了我自己的東西 然後 離開家裡大概只有花了五分鐘的時間 然後當天晚上去住美麗幸酒店 然後我去的時候 我記得我穿了一個短褲 然後一件襯衫 然後去的時候 我就去跟這個美麗幸酒店的櫃台講說 小姐小姐 那個我是受災戶 可不可以打折一下 那她很冷酷的就拒絕 我說對不起 我們現在這裡只剩下最後一間的這個 最大的套房 一間價值四千塊 請問你要不要租 然後早餐另外一個人加五百塊錢 我記得我那年逃難的一個現象 那我提這些重點是在說 整個未來太多不可預知的東西 那 不可預測的未來 那唯一一個東西 它不會變的就是 它一定會變 那這個也是我們以前在學EMBA的時候 老師一直在強調 那我這個是我自己深深的感受 就是外在環境會變 然後 這個產業會變 然後我們學習的東西會變 然後我們自己這個知識也會變 各種東西都自己在變 那怎麼樣在這個變動的這個環境裡面 我們有一些不一樣的這個抉擇跟不一樣的方向 那 我在回想 在回想更早期 我在讀書的時候 我父親就跟我講 有三個事情你必須要一定要學會 那在當初跟我講的是說 你一定要會電腦 在他們那個年代 電腦是很神奇的東西 那你一定要會開車 你一定要會英文 那我最近跟我同事在聊的時候 他們的父親就忘了跟他們講說 要學英文 所以英文現在對他們講都是很困難的事情 那其實我在仔細在分析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父親 要跟我講的是三件事情 就是第一個 會電腦其實是你要懂得怎麼樣去分析資料 那電腦它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那會開車是每個人都要有自我行動的能力 那在他們那個年代 會開車是一個了不起的事情 那現在呢 當然大家都比較容易去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跟這樣的一個Ski 那再來就是英文 就是你要具備這個跟外文跟國外溝通的能力 那這部分我想我特別要跟各位未來將出社會的這個年輕人 還是要再提醒各位 你可以不會電腦 你可以不會開車 那如果你想在未來的這個生活裡面 得到你有的一席之地的話 英文的部分一定要去加強 那當然這個東西不是說一天就學會的 每天花一點時間 或者是說在你們所得到這個資訊裡面 多花一點時間 把這個語文的部分多加強 在未來的職業生涯裡面 絕對是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那像現在我的公司裡面 我在挑選我的這個replacement 或挑選我的delegation 就是我的這個接班人的時候 外文能力是我們評估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因為這個世界 從有了網際網路之後 變得非常的這個 連接的非常緊密 那你要跟國外打交道的機會變得非常多 那我每天必須要花 我每天的這個80%的時間 都是在跟老外打交道 我在跟新加坡人打交道 我在跟香港人打交道 我在跟上海的同事打交道 我也在跟本國的統事打交道 可是這些溝通的過程 其實說來很有意思 我們打交道的全部是華人 可是我們都用一個語言 就是用英文在做這個溝通 那當然寫英沒有比較簡單 那這個語文 絕對是未來必備的一個重點 那這個也是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在這個部分一定要再去加強 跟enhancement 再去提升自己 那我自己呢 我剛才提過 這是我整個職業生涯的過程 其實分成三個階段 我自己在觀察的時候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 大概從1991年到1997年的時候 我在累積自己的知識跟經驗 從2003年到2010年這個階段 我除了在運用我的知識跟經驗之外 我在做一個自我的探討 跟自我的探索 大概從2010年開始 我在實現我過去的經驗跟過去的知識 那這裡面當然從進一個業界裡 從進一個產業 再看這個產業的發展 再看這個產業的衰弱 跟著這個產業的脈動在變動裡面 那我從我的客戶 從這個外在的環境 從社會中 學習到非常多的這個東西 當然我剛才提到 就是因為在2010年的時候 我創立我自己的公司 那在2012年 在被現在的CBIE merge 掉 那我再進到這個公司 那這裡面其實是一個 最多的一個學習的過程 那這裡面呢 我自己的體會是 每天我們的生活周遭裡面 現在或未來都是一樣 不停地都在跟這些人打交道 就是跟你的主管 跟你的下屬 跟你的客戶 跟你的家人 跟你的同事 跟你的朋友 跟你的同學 不停地打交道 這些人永遠圍繞在你的身邊 在你的工作上面也好 在你的職場上面也好 或是在你們現在的 學習的生涯也好 你們永遠繞這些人 當然 在學校裡面 主管就是老師吧 大概就是這些吧 沒有下屬這樣的一個支撐 不停地在打交道 有一些摩擦 有一些溝通 這些方法裡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經過這些過程跟溝通的過程裡面 大家未來一定會面對幾個不同的成長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 你們剛進社會的時候一定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我講的就是資訊的傳遞者這樣的一個角色 你們做的工作會比較簡單 大概就是這個老闆交代你們去做什麼事情 去做什麼樣的事情 慢慢的你們懂得怎麼樣去美化 怎麼樣去包裝自己 然後呢 累積經驗、累積這些知識 跟累積這些經驗 知識之後你們開始變成一個顧問這樣的一個角色 接著你們懂得怎麼樣去整合資源 然後最後又變成一個知識傳遞這樣的一個角色 這是在未來整個生涯裡面 會面對到的幾個不同的階段 其實除了我們在看職業生涯以外 我們在看其他的事情的發展也是同樣的道理 我們拿一個最簡單的手機來看好了 最早的手機它就只是一個電話傳遞 比如說早期的黑金剛 然後接著慢慢的把它包裝得比較漂亮 比較增進了 有像早期的孔雀機 比較漂亮的Nokia 3310 然後功能越來越多 變成一個我們叫做智慧型手機 然後透過iPad 透過Apple的包裝以後 它整了所有的資源以後 現在發展到一個iPhone這樣的 iPhone這樣的一個產品 所以其實我們身邊周遭的事情 大概都是延續了這樣的軌跡的變動 然後接著在可以看得到的未來 就是慢慢會變成一個simple這樣的角色 所以未來的商業機會在哪裡 那未來的這個產業的方向在哪裡 其實對各位這個時間點就可以開始去觀察 就是我們周遭身邊的所有的產品 它到底在整個發展的階段哪一個層次裡面 那未來它就會走這樣的一個層次 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再提一個更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殯葬葉好了 這個殯葬葉現在對某些年輕人來講 也是非常有吸引力 可是我們來看看 它早期只是一個傳遞傳播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它現在做的是什麼事情 它現在其實做的就只有 美化包裝跟顧問這樣的一個功能 多加了Value Edit這樣的一個功能上去 那接著它會怎麼做 這其實就是一個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 回過回來看 不管什麼樣的產業 都是會走這樣的軌跡 那我自己在觀察的是 台灣的產業 產業現在來看的話 它是一個在一個 加值的一個過程 一個Value Edit的一個過程 謝謝 它是一個在一個 我們講說Value Edit的這樣 加值的一個過程 從過去簡單的我們只是做一個加工 然後替代的一個角色 到現在我們知道 慢慢懂得怎麼樣做一個產品的包裝 跟產品的一個美化 但是我們缺的是什麼 我們還沒走到資源整合 跟所謂的知識傳遞也好 我們現在還是在這個階段裡面在做掙扎 所以這個事情要怎麼樣讓它發生 其實未來全部在各位身上 我們這一代大概能夠做到了不起 做到一個consulting這樣的一個位置 那再接下來怎麼樣去把這個產業 去把它進階 我想都是看未來各位的一個努力 所以回過頭來就是說 大家仔細去觀察 以後你們想進什麼樣的公司的時候 大家去分析 大家去了解一下 到底這家公司或這一個產業 它帶在目前的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你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它有沒有一個長期的發展方向 回過頭來就是 到底我要提什麼東西 我要提的是說 專業其實是有兩個面向 前面花了好多時間在解釋 它是一個知識的累積過程 那更重要的是 我要跟各位提醒的是一個態度 知識它可以去很簡單的把它量化出來 譬如說你的專業技能 那你考了多少證照 或是說你在這個業界裡面 你經營了多久 你做了多少的交易 你做了多少的認識 多少的業界的朋友 或是多少的客戶 除了知識之外 專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這個是我在觀察現在 比較新一代的年輕人 比較需要去進階的部分 就是專業的態度 那態度有什麼 我在觀察是 第一個 尊重 除了尊重你的上司 尊重你的朋友之外 是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看 尊重這個事情 你要尊重什麼 尊重知識 尊重你的客戶 我也常常看到 這麼多年來我看到 我的competed 但過去 有一段時間 performance很好 過一段時間 又做不好 為什麼 它缺乏了一個尊重客戶 這樣的態度 從客戶那邊賺很多錢 然後回到公司以後 每天都在後面罵客戶 然後罵久了以後 這種話總有一天會傳到客戶的我裡面去 你連最基本的這個 你的衣食父母 都不願尊重他的時候 你未來怎麼會有錢可以賺 第二個是正職 正職 正職這個是我在看這些跨國公司裡面 他們要求的員工都非常要求這一塊 就是正職 什麼樣叫正職 正職就除了誠實之外 你面對一些不必要的誘惑的時候 你有很強烈的抗拒誘惑的能力 我的工作每天都看這麼大的錢 錢對我來講 現在像是一個數字一樣 我在業界四幾年的時間 遇到有各種形形狀狀的誘惑 也曾經有想要 陷入萬劫不復的地位 現階段來看還好 當下可能會有一些 我講的比較坦白一點 我們在上班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些不該有的賄賂 或是說一些不該有的外面的吸引力 當下你也沒辦法去抗拒這樣的誘惑 其實是決定你未來職業生涯裡面 也沒辦法長長久久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普通產業在2001年到2003年的時候 有一波非常大的down turn 這個down turn 造就了很多不良資產 不良資產的處分 有很大的利益在裡面 在當時很多業界的人 全部跳進去做不良資產的交易 既然叫做不良資產 它就是很多虧色地帶 有一些客戶 他們就利用這種虧色地帶 賺了很多錢 可是經過四年五年之後 我看到很多我的客戶 有些上次上櫃公司的大老闆 很快就捲入這些 我們講的訴訟案中間 都是因為賄賂也好 都是一些灰色的方法 最近比較有名的 最有名的就是101的董作 林宏銘先生 其實我對他非常尊敬 只是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們看你可以很快的到一個巔峰 可以很快的賺到很多的金錢 可是如果你的方向不對的話 你經過多年之後 你面對的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必須要專注跟冷靜 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講 這兩塊其實是很難的 我自己在業界裡面 每一個變化大概都是七年到五年的時間 通常要專注在一個領域裡面 我們進一個市場或進一個產業或是進一個business的時候 你進去的時間點一開始 所能夠理解的只是一個皮毛 你沒有經過一年經過兩年時間的累積 你很難得去catch到內部的一個核心 所以我鼓勵各位以後出去外面上班 千萬不要做那種三個月半年 以下就轉換工作這樣的一個型態 千萬不要這樣做 你一定要在一個公司裡面待超過兩年 這個至少會有一個事情對你們有幫助 就是未來在寫cv的時候 就寫履歷表的時候 人家至少還會認為說你是穩定的 我看過很多履歷表 每三個月每半年就換一家工作 基本上這種東西到我桌上 我就是把它丟到旁邊去 連看都不想看 一定要專注跟冷靜 還要有耐心 另外就是就事論事 你可能對一個 我剛才提過 每天都跟這麼多人在相處 很多事情不是你所能控制的 一定要就事去談事情 請不要就人去談事 這個是態度的幾個很重要的觀點 如果能夠往這個方向去發展的話 我們講的專業 除了知識技能累積之外 態度的專業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有關溝通的部分 我給各位幾個提示 語氣和緩 態度親切 可是意志堅定 這個部分 這幾個點 未來大家在職場上 面對上師 面對下屬 面對我的同事 在談事情的時候 希望各位能夠多多保持這樣的一個方法 跟這樣的一個行為 也就是 講事情 態度和緩的講 離職不需要氣壯 離職有時候氣緩 人家會更聽得進去 態度親切 身手不打校園人 你笑笑的在談一個事情的時候 就算我的客戶 他也不太容易去拒絕你 但是 把我們要達到的目的 一定要意志堅定的 透過各種不同的方法 或是各種不同的邏輯 或思考去讓他達到我們的目的 這個是 跟各位建議的溝通的態度 我今天的演講其實非常短 這是我最後的一個項目 不好意思 因為這些媒體都沒有辦法去玩 所以把整個時間說得非常短 然後 各位同學 各位年輕人 其實馬上就要 馬上就要 離開社會 離開進入社會 要保持你們這個 年輕赤子之心 要有一個追尋夢想的勇氣 我喜歡去旅行 我走遍大概有二十幾個國家 我在1992、1993年的時候 我就已經旅行過整個東南亞 那時候我從泰國到遼國 中間經過湄公河 一邊是共產世界 一邊是泰國那時候 屬於民主陣營 我很明確感受到 隔了一條河 兩個完全不同的思考 透過這些旅行裡面 我學到很多 我曾經在加拿大的時候 那也是大概在1998年的時候 去加拿大溫哥華 那我發現到 那時候在Stanley Park 我們講說 汽車停車的燈 我們叫做 我也不會講 就是在計時的計時員 那時候我在溫哥華看到的時候 他們是拿著以前的一個 compact PDA 在做這個紀錄的工作 那時候我們在台灣還是用單子在寫 用手在寫 我在講這個意思是說 透過不同的旅行 透過不同的去不同的國家 你們會得到一些不同的收穫 那請記得 在你們年輕的時候 有很多的夢想 然後經過10年 經過20年之後 一定要繼續保持這些夢想 這個追尋夢想的勇氣一定要有 再來就是思考 一定要think out of the box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不要被既有的框架給框住了 有人在說你們這代是什麼草莓圖 其實我從頭到尾 我一直覺得 這東西很不公平 那我們看 現在在iPhone上面 在iPad上面的這些軟體 不是也就是年輕人去把它發明出來的嗎 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發展的電腦 你們這個年代發展的 我們叫做Pad 然後這個年輕人 你們一定會有一些 你們自己不同的想法 跟不同的思考 跟不同的架構 不要被比較資深 或是被外在的環境所控制住了 你們一定要用你們自己的生活體驗 跟用你們自己的方法 去做一些不停的不同的決策 這個是很重要的 think out of the box 就是要跳脫既有的框架 最後我再用一句話 這是賈博斯他們提的 State hungry, stay foolish 就是一定要隨時保持 這個吸收性知識的 我們叫做 像海民一樣 隨時在吸收不停的知識 隨時在保持一個 求知的渴望 這個大概是我今天演講的一個點 重點是在說 除了知識累積之外 大家在態度上 在未來的工作的這個方向上 一定要有一個自己的方法 但不要在既有的苛舊裡面 在這邊一直在那邊轉 create一些不同的想法 做一些不同的方向 要有勇氣去接受挑戰 這是演講的內容 其實很簡單 也是都是老生常談 另外回過頭來 跟各位再分享一下 我想現在很多年輕人 畢業業都想去考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報考的比例其實非常高 大家都想拿一個穩定的鐵飯碗 跟穩定的一個飯碗 就有經驗來講 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這部分其實看看參考就好 我剛才有提過 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 現在花了很多時間去參加考試 拿了一個公務人員執照 或者是拿不到這個公務人員執照 其實會浪費大家很多的時間 沒有什麼事情是永遠不會變的 也沒有什麼事情是永遠的保障 這個時間點已經過去了 一定要去追求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社會這個世界未來會怎麼走 都在各位的手上 也在各位的方向上面 你們才是未來這個世界 未來這個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關鍵 要跳脫既有的可救 這是我在今天演講裡面 後面提的一個點 最後我再分享一個我自己的故事 我們家沒有電視機 大概已經有將近十年的時間了 當初為了這個電視 我為什麼不想裝電視的一個原因 其實很簡單 我們家有線電視的公司 有一天來跟我催款 他說陳先生 你的有線電視的費用 已經好幾個禮拜 對不起 好幾個月 好幾個月沒繳了 快點來繳 不然我就要把你斷線 那態度非常的不客氣 我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我就很氣 因為我自己做service的人 那我繳錢跟你買東西 我沒繳可能是忘記或怎麼樣 其實你可以跟我講 去繳就好 好 你就把我剪斷 從此以後我家就沒有了第四台 我們家的CRT電視 大概經過幾年之後 開始也不能看了 後來電視也壞掉了 我也就不再看電視了 其實我要講這個原因 不是說大家不要去看電視 我要講這個事情的原因 這裡面我有一個體會 現在的社會 現在的外在 很多不同的資訊 在干擾你的生活 特別是有些資訊 它是你不曉得這些資訊的來源 不曉得資訊的內容 最簡單的一個點就是 我在講有線電視第四台 它有一個非常好的生意的model 是我付錢去買你的線路 就是我們是客戶 付錢去買你的線路費用 然後你用我付的錢 又去create一個business的平台 你去做一個售物的網站 再把東西賣給我 這個生意太好做 所有錢都是我出的 那你就賺這裡面的錢 我們其實被不同的資訊一直在干擾 不停的資訊在干擾 特別是你們這個世代 干擾得更多 隨時都有網絡 隨時有報紙上的新聞 隨時有PDT 隨時有不同的資訊來源 可是請各位 我想最後這個點 請各位分享一下 在你做任何判斷之前 在你接收任何資訊做判斷之前 一定要先把資訊的前後因果 跟來龍區脈 把它搞清楚以後再來做判斷 我們現在常常在報紙上看到一個隨便的研究 譬如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其實這裡面到底是關聯還是因果 我們常常報紙也搞不清楚 資訊也搞不清楚 媒體也搞不清楚 可是我們做一個獨立的人 在做這些資訊判斷的時候 請務必把來源因果跟關聯性法搞清楚 這是我最後跟各位分享的一個點 謝謝